D.S.O.D.莫良已解鎖了 我們的小天使莫良已經在今天下午可以做解鎖動作了 那有幾張卡還算不錯 然後技能我們也帶大家來看一下 D.S.O.D.好久沒有出新的人物了 所以我們可以來玩一波 首先要怎麼樣解鎖呢 你只要完成四個場景就可以解鎖莫良 連分數都不用打到 然後他裡面很多的技能都跟頭骰子有關 還有惡魔族跟不死族有關 就是在這邊這裡有四個 1 2 3 4 我前面四個已經解完了 都很簡單就是遇到一些野生的路人 然後出來把他打爆就可以了 好 那技能清單裡面有非常的多 那我們只會針對比較新的來講 以這個技能清單來講 我們會著重在底下的這幾個 白魔導師的閃關盾牌 白魔導師的輔助魔法 神怪狂熱者 製作袖珍場景 通常召喚災獄怪獸 主要就是講1 2 3 4 5 6 這六個 好 那他有送來一些卡 基本上只有四張 那後面兩張的陷阱卡跟這個 就是有三張UR一張SR 然後那張魔法卡是我覺得大家一定要把他拿到的 應該是我覺得是還不錯用 對 好 那我們就開始看吧 首先第一張按指甲面 反轉可以選擇我方目的的一張陷阱卡加入手卡 對 他是UR卡 而且他送了三張 就是可以用來回收你使用過的陷阱卡之類的 對 但是我個人 因為陷阱卡本身就慢一回合 對 他有點像那個神聖魔術師 神聖魔術師回收魔法卡 這張是回收陷阱卡 冥界的魔王哈迪斯 這個在舊的末良裡面就已經有了 所以這個我就不特別講了 死靈佐馬 這張是UR卡 那這張的效果是 發動後變為效果怪獸不死竹 暗屬性4星 攻擊力1800 守備力500 以守備表示特殊召喚至怪獸區 只能守備喔 笑死 慈卡也被視為信金卡 第二個效果 慈卡的效果 特殊召喚而來的慈卡 因戰鬥被破壞時 給予對手相當於破壞怪獸 攻擊力一半的數值 對 如果你譬如說拿青眼白龍打爆他 那對方就要吃1500的傷害 對 那應該是可能原本他是 攻擊力的數值 那如果攻擊數值就很猛了 你打他你就會非常的痛 對 那這個就還不錯 召喚式的技能 可以從牌組將一張等級5項的通常怪獸加手 而且並沒有限定說 呃 一回合能發動一次 也沒有綁任何的卡名 就是綁通常怪獸 那我們的機殼好像 都大部分都是通常怪獸 應該就可以搭配這一張 因為 最近解包資料機殼要出來了 對 但他只送兩張 如果送三張可能更好 好 那接著是一系列的技能 白魔導師的都還好 白魔導師的閃光盾牌 當我方場上有魔法失足怪獸存在的時候可使用 他應該就是要還原那個吧 還原他之前在玩那個 只怪獸什麼骰子的那個遊戲吧 只兩次骰子 如果在對手場上有等級為 只出的點數和計數以上的怪獸存在 則下個對手的回合攻擊 無法攻擊 此技能絕渡中只能使用一次 算是有一點干擾 但是只兩個骰子 假設你只到兩個6 那對方要有等級和計數值以上的怪獸 那就是12星以上的不能攻擊 也就是說 值得越小越好 譬如說值到兩個1 那就是等級2以上的都不能攻擊 對 那如果你知道3或4 這個可能要算一下那個期望值 要算一下 直到幾加起來的機率是最大的 對 白魔導師的輔助魔法 只兩次骰子 我方場上有魔法失足怪獸十 只兩次骰子 根據直出的點數獲得不同效果 如果直出2 令對手全部怪獸的守備力減少1000 因為要直出2很難 等於要兩個1才可以 那直出3到7 3到7的話 就是3也不簡單 要1或2或2或1 對 令對手全部怪獸 守備力減700 這還好 那直到8到11的話 令對手守備力全部減500 那12的話令對手全部怪獸的守備力減少100 反而是直到12最爛 笑死欸 對 直到12的難度應該跟直到2的難度是一樣的 所以直越多就是越慘 對 看他這樣子是這樣子 但是都是減少守備力 不是減少攻擊力 神怪狂熱者 如果我方牌組具有5種以上的惡魔族或不死族的怪獸 則我方七手手牌有更高機率獲得惡魔族或不死族的怪獸 看到這個我就想到不知火 在我方第一回合的主要階段之前 我方不能特殊召喚怪獸 且不能發動怪獸效果 我這一樣就是綁死了 跟之前的那個有點一樣 那個 那個 那個就是 就是有一個可以拿到高級高等怪獸的那個技能 我有點忘記了 龜瓶有 如虎天翼啦 跟如虎天翼有點像 就是你要 可以騎手藥人保證拿到你就會有一些誓約 對 我方第一回合結束之前 不能特殊召喚怪獸 不能發動怪獸 這有點傷啊 製作袖珍場景 在我方儀式召喚出原始等級8以上的儀式怪獸決鬥中可使用 對 要等級8的儀式怪獸 從牌組將一張場地魔法夾手 之後將一張手牌反回到牌組最下方 此技能只能在預先牌組中設有儀式怪獸和儀式魔法卡 分別有4張以上 才可以使用 決鬥中使用一次 這個搭乘條件不會很難 因為你要用儀式怪獸 基本上一定會擺到4張以上啦 對 但是他要檢索場地魔法卡 我不知道他的場地魔法卡是特別 是怎麼樣 因為看起來我記得莫良應該是跟什麼佐克 那個大魔王佐克綁在一起的 那會搭配什麼場地魔法卡我就不太知道了 不過可以試試看看要不要跟那個混沌士兵打打看 因為混沌士兵會用到混沌之上 也會用到那個一些場地卡這樣 好通常召喚 每次這張這個技能我就覺得還行 但是要扣太多這個生命了 每次使用時我方必須減少1500點 對你要減少1500才可以用 除了通常召喚或覆蓋以外 我方還可以在通常召喚一隻怪獸 等於你直接得到通招券 對你可以拿來升級召喚 也可以拿來升級召喚5、6星的 也可以拿來召喚平常的還可以疊超亮這樣 此技能每場決鬥中只能使用一次 算這個技能應該是算是裡面相對還不錯的 好最後遭遇怪獸 當手牌的一隻除效果怪獸以外的惡魔族 或不組織怪獸送去墓地 然後送出墓地之後只兩次骰子 根據指出的點數從墓地選擇一隻 如下等級階級的除效果怪獸以外的惡魔族 或不組織怪獸送入場上 如果你直到2就可以直接從墓地拉一張等級或階級8以下的 一樣好像是直到越高越慘 對如果直到3到11就是拉階級4等級4以下的 如果直到12只能拉等級跟階級2以下的 所以他的邏輯只要是直骰子的 通通是數字越小 槍架越小越好 紫技能只能在我方設定 和額外牌組中有合計一張以上的怪獸 且全部都為惡魔族或不死族怪獸時才可使用 絕對中只能使用一次 你要先丟一張再特招上來 對這還蠻吃運氣的 應該大部分會集中到3到11 所以就可以基本上就是算 直接拉一張等級4以下的上來 對如果還直到12真的是太衰了 好那以上就是這個末良的這個部分 那我個人覺得最重要的應該是這一張卡 召喚師的這張卡 對這張 召喚師的技能 大家有空就是趕快去把他練起來 因為他好像也不是要到最高等才可以拿 我去看一下 他好像是26等 還是什麼23的就可以拿到了 可以拿到兩張 搭配新的機殼可以來玩玩 看對好那我要來去吃拉麵 順便看全明星運動會了 有的 是 李子羽 伯母 帶這個